字幕君 學習結識方式學習得差不多 是時候進階一點點, 多一些 今天學習的就是節拍 是不是? 拍拍子 對, 拍子的話 我認為朋友們都是靠聽音樂 鼓聲來練節拍 如果我們練習手機時 怎麼練得好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小朋友也不太喜歡掃拍子 可能很大壓力 悶 滴滴滴滴的比較悶 所以我建議我們現在可以示範一點 好 對, 文道哥哥 對, 先放拍子吧 對, 好像是拍子裡 你知道有多少款式嗎? 很多 對 對, 簡單一點 12至32也有 那些小朋友應該會離開了 差不多了, 4、4 4、4是最基本和最貴 最多 考你, 4、4是多少拍? 多少拍? 對 四拍 就是了, 猶豫了一會, 四拍 這個陷阱也這麼簡單? 對, 有四拍還有什麼? 有三拍 三拍 對, 就是1、2、3, 還有兩拍 好, 我們先試四拍 好, 我準備了 1、1、2、3、4 1、2、3、4 對, 這個就是四拍 對, 這個關鍵就是要搭正拍 吃剩下的拍子, 最脆弱 不要說快了或慢了 對, 通常考試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去考試的時候 怎麼可以拿高分一點呢? 通常拍的時候 就是我們學多一點拍子的東西 是 1、2、3、4 第一拍會比較強一點 1、2、3、4 1、2 對, 那會容易記住重拍在哪裡 是, 一定是適合我的位置 好, 那我們快一點, 三拍吧 三拍? 好 少許而已 好 沒問題 好 好, 準備了 1、2、3 這樣就不對了 其實是, 它應該是3、2、1 就進了 好的, 再來 1、2、3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三拍? 三拍 通常三拍都是一些跳舞歌 就是要… 這樣小朋友可以留意 他貼上帽子 對, 跟什麼就要 還有, 如果有些小朋友 可能覺得有點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慢一點節拍 可以這樣一下, 兩下 這樣練習會否方便一點? 才慢慢快? 其實人的眼睛會比較好 很多時候有些原則問題 學生看見是要這樣拍子 如果… 如果要這樣練習 對, 他們覺得自己練不到 就覺得自己的天分、資質 然後很多時候… 氣味 就在中間, 學了幾年後 就不學了 所以我經常跟小朋友說 由慢去快, 這是很重要的 對, 那不如我們試一個慢的四拍吧 慢四拍? 這樣多慢呢? 是 好, 慢四拍, 慢四拍 好, 來 1、2、3、4 對, 慢慢就會掌握到 對, 你會記得拍子的位置嗎? 拍子和位置一定要準確 拍子一定是感覺和準節拍的位置 對 節拍準確後, 再升級多一點 升級多一點, 升級多一點 就應該是… 譬如唱歌這樣計算 音準有, 節拍有 那就變成震音了 好, 震拍… 還有高音 對, 我們經常聽到 很多演奏家的震音 對… 不過唱歌真的用厚一陣 我記得我小時候練震音 是… 可能不是太適合 是 所以先練這個 而和嘻這兩個音 嘻 然後快點就變成嘻 然後變成震音 好 這個是不是這樣做 不是… 不, 節拍的震音 我們通常教我的小朋友 到演出的時候 怎麼可以令演出的時候 那個感覺 就是演奏更加好聽 還有優越一點 我這個在意, 這個在意 好, 震音主要是下唇的位置 就去到搖動的黃片而造成 即是熬它 對… 但很微細 我還是設計了一些字 令小朋友知道如何做到 是 我不是說的, 嘻的字 嘻 平淡一點的嘻 嘻 對, 差不多了 我們拿著嘴 當我們說嘻的時候 中文可以說也字 問也個也 就是… 嘻 對, 嘻 然後這個就是嘻 很少餘讀, 太多了 再少一點 再少一點 嘻… 對 那我去到演奏的時候 你會聽到音 你看著我的嘴就知道 好 我不想說, 那個位置是輕輕 對 很細微的 即是你要… 真的要靠近一點才看 會看到這個情況 明白 而且是否所有歌 都是正音作為漂亮 因為我覺得唱歌也好 正音太多就好像不太好 沒問題 對, 留聲音… 看什麼歌族 可能有些時特曲 可以用 如果古典會少一點 古典的歌會少一點 好, 這樣吧 讓我們給小朋友 我們聽一聽 現在你表演的這首歌 的鎮音是怎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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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真是意猶未盡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下次再請上來聊聊天, 好嗎?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